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叫智华寺文物保管所 那个所长安久亮 本星师傅 福广师傅 惠明师傅 他们就去了我们徐家院 您好 咱这是湖神学家吗 然后去找我们乐社领导 我们想带小朋友去北京 这些小孩是否可以来志华寺学习经音乐 就是现在这个季节 11月份 来之前都不知道这是个寺庙性质 新鲜 来之后我们这六个人能放四张上下铺的这么一个一间屋子 这个图你认识吗 这句话是经音乐五百七十多年的首照 我想把这个传对你们愿意学习 从他那一代之后我都教过你们 啥是经音乐 经音乐 好 我带你去看 乐器我们常用的乐器一般是九个人十三件乐器 一架唐鼓 这个唐鼓是姑娘 两个云落是双子 然后双子伸管笛 伸笛子管子 就是双声双管双笛 他分头耳 头声 头笛 过去这个传承的方式是非常保守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个二百多首曲 我们师父只会三十九首 也交了我们三十九首 那为什么呢 过去这个愚人 在传这场东西的时候 不会倾当而出 我都会交给你 肯定会留一首 等徒弟不听话的时候 我就要用这个技艺 一押当行人 他就用这个方式来惩罚他 现在到我们这一带是三十九首 我们师父是传了我们三十九首 油脯子是一百三十七首 七月七首 卢尾字的哨 哨片 木质的管身两部分组成 这个管子跟民间的不同 它是个九孔的 根据这个宋代 有个陈阳乐书当中记载的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乐器呢 就是从宋代一直传承至今 到现在还在广泛应用 师父 那我们啥时候可以 才开始学习演奏 学习精英乐呢 别着急学演奏 先要学唱谱 不过不要学习枭弹乐器 把这个公车谱唱会了 才能够把这个演奏 公车谱整体这个概念 它就是一个咱们中国的 传统的技术方式 它公车谱上面 两个曲子的大概的框架 但是其中的血肉部分 灵魂部分 最精华的部分 它是在这个图本上 没有体现成的 光粮方 上弓弓弓尺尺 它里面夹杂着好多的润腔 我们的专业术语叫阿土 它的灵魂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每一个音跟每一个中间 有没有体现在旁边上的东西 一一一牙四 它上面一个一 下面一个四 它中间隔着好几个音 一一一牙四 没有体现在旁边上 弓尺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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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口专心寿的这种传承方式 师父教徒弟 我教一句 你唱一句 没有记录在谱面上 老师不教你 你就零概念 不知道 那个时候管领导 给我们弄了这个名字很长 叫智化寺精音乐 首批见习考察班 然后三个月之后 92年4月份了 就给我们弄了一个叫 智化寺精音乐这个敌传 传人的这个学习吧 就变了 所以兴致我们要正式拜师 要向我们的这个 26代传人学习 92年的4月 我们就开了一个 开了一个拜师会 正式拜师会 官方就是正式拜师会 现在请我们的小传人 给大家演奏一段 他们学了三个月的精音乐曲 金五山请大家欣赏 现在是放心了吧 不用担心了 今天一月有穿着了 那时候我们每日才90块钱的生活费 一个月 这还得包含我们回家的路费 那个时候在北京吃饭很简单 馒头蘸大酱卷大葱 然后呢我们拜师之后呢 好像是到了120块钱 我记得是吧 94年我们这个学成就毕业了 开了一个毕业典礼 基本上把这个 差不多的曲子学会了 咱家的弟 严丑都慌了两年了 那我还想继续学 你也该成家立业了 几个人想到啊 师父 不是我们真的想要走 可是没法留下来的 家里边等着我们赚钱养钱 然后到了95年 到了这个娶妻生子的年龄 不行回家吧 不干了 这老干也没个出路 200多块钱 你该成家立业了 你老学这个算怎么着 他又不能养家糊口 我离开之后呢 到了96年我们这几位 就都走了 您也是怎么办 您就怎么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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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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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去 去 加油 去 去 眼睛没 找你了 师父 我还想说 我还想说 你还想说 你还想说 我还想说 你还想说 我还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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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这个短视频 其实我已经落伍 那个时候很后悔 当初呢 一个朋友说 你玩玩这个 我说这有什么 他说你在这上 能卖你的东西 后来我一看 不是那么回事 我说这个东西 智华四音乐 又有个宣传特别好 特别是我拍出了 智华四音乐 这个 现场演奏的这些段子 练习的段子 都特别受这个观众欢迎 让他们又了解了 智华四音乐 了解了民族乐器 然后也给我带来了收益 通过短视频 把我们这个高大上的 这个 国家级飞翼项目 让大家觉得 曲高 不再何寡 2003年我们是回来有个契机 就是我们这个单位呢 要录制第一版CD 我们这孙孙华馆长呢 就给我打电话 咱们的管理想给你们 跟你们老师呢 跟本星师傅录一个第一版CD 又集训了十天 放了就是04年的1月份了 就去录了这个 100CD 又过了两个月 文研所的这个领导 孙大川先生呢 想请智华四的小船人 回北京来 从事智华四音乐的全程工作 就是我们的 才是我们这个孙馆长 给我们打电话 他说 人生一世吧 反正你怎么说呢 他你自己如果喜欢这个事呢 你就看看你怎么把握的就是方向 2004年4月1号 愚人街 又回到这房子了